这的文书 所以这几年 很多年有的跟我说 他去朝五台山 非常好 对不对 圣地有佛菩萨的加持 好 接下来再看秉实 请看107页第26行 秉实礼敬如来 广度无量众生分四 丁一思念出世如来 丁二世尊慰问观世音菩萨 第三丁三菩萨功德难思 搭配观音菩萨的功德 是广大如虚空 深测如大海 是绝对不是你用凡夫的脑筋 可以想象得到的 丁四如来重宣正法 请看经文 因为我今天要把它讲完 物一前往经社 事实观世音菩萨 上身虚空 如是他思维 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 唯舍福如来了 那时候 讲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唯舍福如来出世 我今天应当往里 到祁园 祁陀树林经社 去见如来 你看观世音菩萨 他已经成佛了 常常还是要亲近佛 去学习教法 第二物二 眷属聚集 事实 观自在菩萨 既以神通力 到了奇陀树林经社 见有无数的百千万众的 天龙要叉 前达坡 阿修罗 加罗罗 井纳罗 魔侯罗且 人非人等 这是天龙八部 还有无量的百千万的菩萨 绝来祭集 接下来再看 第108页 第五行 第二 这时候 佛陀就问候观世音菩萨 物依问曰 这时候 虚空葬菩萨站起来了 昨天给各位看过 菩提格供养我照片的 虚空葬菩萨 站起来就问佛陀 世尊 这来的菩萨是谁呢 听好 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大菩萨 文殊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虚空葬 除开藏 金刚藏 妙床 在华言会上 有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每个大菩萨 都是多生多结修的 每个大菩萨 都是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所以虚空葬菩萨 怕众生 他当然知道自己是 他当然知道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他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有与会大众 有人不知道 观世音菩萨是谁 他说 世尊 今来辞者 是哪一尊菩萨呢 物二答曰 佛告善男子 使大悲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来临 接下来再看 物三 世尊观切 时虚空葬菩萨 默然而住 你看观世音菩萨 来 第一个他做什么 顶礼佛陀 又绕三渣 坐在左边 所以菩萨 见佛 还是要先礼佛 而且又绕三渣 代表思念佛陀的功德 所以以前的佛像 都是放正中间的 世尊于是 慰问说 观世音菩萨 你觉得疲倦吗 辛苦吗 善男子 你在别的地方 做什么事呢 你可以不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接下来 物四 观世音菩萨就说 他每天做什么呢 广度众生 不疲不厌 观世音菩萨 于是既说 我过去 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我到哪个国家 度什么度什么 我已旧度 如是如是 有情众生 那这里讲 如是如是 就是从 大神庄严宝王经 从第一卷 一直到现在 108页 所有的经文 他对佛陀 再报告一次 所以经文翻译 就不用重复 说我在天上 度了什么众生 在畜生道 度了什么众生 在阿修罗道 我度了什么 在罗 这个 阿修罗 就阿修罗道 我度了什么众生 在呢 在人间 我度了什么众生 观世音菩萨 就对世尊而报告 接下来再看 丁三 菩萨功德 难思 分二 物一 心生 心中生 疑 这时候 虚空障菩萨 听到以后 他怪未曾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亲近过很多佛 但是他没有想到 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 大道 所有的菩萨 都不知道他的功德 多广大 只有佛知道 所以他就讲 我今见此 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了救度众生 如是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都让友情 都可以见到佛 得见如来 而且大悲观音菩萨 在所有的佛国土众生 都可以度为什么 菩萨 摩克萨 这里有两个重点 第一 把所有的众生 都可以让他度到见佛 不管是哪一尊佛 第二个 所有的众生 从地狱 恶鬼 畜生 天上人间 观音菩萨 生生世世 教化他 度到呢 全部变成 菩萨摩克萨 这个功德啊 太伟大了 所以 虚空障菩萨觉得呢 其他的菩萨做不到 为什么大悲观音菩萨 可以做得到呢 所以 悟一 他就心中 生起了疑惑 这时候 他就站起来 代表很虔诚的问 悟二 不疲 不愿 这时候 虚空障菩萨 就站起来 合掌 问训 问观自在菩萨 而说 观音菩萨 如是 化度呢 你有没有感觉 很疲劳呢 很 这个 辛苦的 观世音菩萨 他说我是不疲不愿的 然后他问训以后呢 就漠然而住 好 这一段为什么要这样对答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他了悟空性 像金刚经讲 我发愿度 净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可是我没有一个众生 是可以识真实得度的 所以观音菩萨里面呢 他呢 心中是无所求的 但是无所求 并不代表他不度众生 观音菩萨度的众生 非常非常的殊胜的 所以 他有 普贤菩萨的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语一叶 无有疲验 待会我给你看普贤菩萨的照片 所以这一段讲什么 观世音菩萨 有文殊菩萨的智慧 也有普贤菩萨的 十大愿望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语一叶 无有疲愿 度众生是很辛苦的 对不对 你问 你说那师父 你心不辛苦呢 老实说 我也觉得我老了 有时候也会辛苦 身体会累啊 但是我心很欢喜啊 知道吗 人是会疲惫的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观世音菩萨 念念呢 都不疲不倦 这是很不容易的 请看下面的照片 所以 佛教徒 我们要让我们正法久住 应该在家出家 同共发心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结论 请看在印度 阿语王建这个 所谓的 释迦摩尼佛 这个狮子吼的 这个石柱 狮子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是讲经说法 第一 代表象征 正法能够像 狮子吼一般 普遍传扬 石方 所以希望 正法久住 是要靠在家出家 一起发心的 靠一个人没有用 对不对 虽然 讲经 当然是师父讲 可是也有大会很多 在家出家 一起来努力 你看 修行上 请你不要走错路 你看这是台湾 我们要爬阿里山之前 都会有箭头 往这边走 往那边走 在那边走 我发现末法时代 很多人又很想修行 但是有些人呢 会走错路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清净善之士 你要听闻正法 你要用佛的法去判断 否则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你没办法判断 还有 佛讲的法呢 有浩瀚无涯 所以呢 你要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来 接下来 你的修行 要有这个大悲怨心 兼顾修行的怨心 要犹如如如不动的大山 修行 有些人碰到困难了 他就会退堕了 对不对 你看山 山有时候也会花风 也会下雨啊 举一个例子 这边佛友有一个问题 他说 师父啊 你说我要发愿度家人学佛 我求了这么多年 怎么没有结果呢 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已经是Christianity了 进基督教了 我最近听经拜佛拜 一百零八拜 然后我求佛菩萨 帮助我的先生学佛 我有时候会很懒惰 然后呢 请你建议我 对不对 不然呢 我几乎差一点放弃了 其实这位联友 你这样讲 师父能够体谅你的心 但是我觉得你啊 求好心切 太急了 我要度我妈妈 都求了二十年啊 你才求我两三年啊 我也没有说你没有求 你我也没有说你不用功 但是我觉得你的心太急了 对不对 你说两年三年 有很多佛友也跟我说 师父我也做了超度啦 我也回向 怎么还是这样呢 答案是 每个众生有无量节的业力 也像大海一般 你的齐寝观音菩萨有听到 但是你要有耐性一点 那你重视跟我说 师父就举我的例子好了 对不对 我们家以前都是一贯道的 现在我们家一半呢 是佛教徒 还有一半 还是如如不动的 不动名王啊 那只有等我来生啊 等我成佛罗就在帮他 所以你也有耐性 佛法不是像你想象的 快食主一样 我们讲的 instant noodle 你不懂 了解吗 佛法要是这么容易的话 那成佛里一定很多人的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放弃 慢慢来 对不对 那重视向我求 每天回向 出家回向 做功课回向 点灯回向 二十年以后 我的妈妈最近几年 才开始改变 她很认真念观音菩萨 对不对 她很认真念 对不对 她还跟我一样 最好的水晶项链的念珠啊 对不对 我好的东西 通通被她挖走了 她是我妈妈嘛 那当然我给她啦 对不对 我也给我的阿姨啊 对不对 大家戴得很庄严 可是她碰到困难的时候 她会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讲个笑话的 是真实的例子 有一次我妈妈跟阿姨 去中国旅行 那大家知道 旅行里面有一天呢 旅馆里面 常常都有 进进出出复杂的人 然后呢 她是两个 单人床 睡在那边 她就觉得 她睡下去很奇怪 有其他的东西的感觉 那不太舒服 后来呢 看呢 这个所谓的 床底下 有放扫把 还绑了一个红绳子 那当然呢 可能就是不太好的 那她就觉得很奇怪 她最后把佛牌 那项链 通通的牌一牌 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儿子是大法师 她教我念 然后我没有伤害你 那没关系 你要睡这个床 我就给你睡 她就跟我讲 阿弥 就挤另外一个床 就睡到天亮了 对啊 对啊 你看 她碰到苦难的时候 碰到困难的时候 她会想到观世音菩萨 她也说 我没有伤害你的心 对不对 你走吧 对不对 念佛你走吧 对不对 我们人生都会碰到 奇奇怪怪的事嘛 对 但是你心中 要有坚固不动的心 听好 again 我现在讲完经 一个月以后 我可能离开了 可能这几天呢 你们听到 one million 是最high的 对不对 过了一个礼拜呢 就开始了这样 再一个礼拜就这样 再一个礼拜就这样 所以要常常听闻佛法 这就是师父发愿 为什么做DVD 为什么做网站 帮助你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修行的确会遇到考验的 所以各位 这位联友 你不要放弃 师父会为你点灯 我今天也为你点灯 回向了 我看到你写了很多问题 你很真心 不过要有耐心 我求 我妈妈都求了二十年 你求了几年呢 老实讲 二十年在无量节轮回里面 只是几秒钟而已啊 所以不要放弃好吗 师父会祝福你 接下来再看 业力的显现 就像狂风暴雨的海浪 你看 海 不管你是用木头做的 或是用铁做的 现在呢 很多船 对 狂风暴雨海浪的时候啊 整个海浪的呢 船都可以打翻了 所以不要造恶业啊 要忏悔业障啊 对不对 不管你过去有意无意 所造的恶业 要常常忏悔 接下来 我们的夜 也像千变万化的天气啊 你看 出的海 新加坡 也有二十四小时的海运 对不对 当天气不好的时候 有台风来的时候 有狂风暴雨的时候呢 对不对 船它也要暂时休息啊 所以 我们的夜里显现 也会像千变万化的 天气一般 接下来 皈依三宝 才是在大海当中的 这个一艘 让你一指的法船嘛 对不对 你看你一指了 翻宝 就会风平浪静啊 你生生世世呢 就不多三二道 像今天带各位点灯 唱钟里面 做共 对不对 你呢 我们在点灯发愿文里面 贡献 贤 千佛等 你今天发愿啊 你将来就会遇到 贤 千佛啊 这贡灯是很殊胜的 但是你心里 要一指三宝 在一指三宝当中 你也会碰到 坏朋友 跟坏恶友 乱乱讲 乱乱讲 但是不要相信他们讲 相信佛 怎么说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给各位看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愿 在这次来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红法之前 八月初 我上完了一个课程 四个月 法聚经 我带我的学生 到东部花莲 也就是各位知道的 地角法师的 祥德寺 我不认识他 我只是讲他的 寺庙里面呢 有地藏王菩萨 最近呢 他有正式的雕塑 跟中国大陆 四川 峨眉山 普贤菩萨的 十方 普贤菩萨 非常的庄严 这代表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大象 代表什么 六度万恨 你看 六牙白象 骑着大象 大象代表 我们要走 长远的心 要有忍入 波罗蜜的功德 学习佛法 要有长远的心 不要三天赛网 一天打鱼 接下来你看 我侧面拍的 普贤王菩萨 很庄严哦 东南西北 他有四个脸 拿如意的 普贤菩萨里面呢 每一院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语 也无有疲厌 我们有时候呢 累的时候 或障碍来的时候 也会觉得 间断 没关系 这是自然的 不要克责自己太多 也要自己鼓励自己 也要鼓励其他的怜友 生与异业 无有疲业 对不对 诸佛菩萨在 无有穷尽的生命里面 从来呢 都不疲不厌地往前走 我说过 学佛不是只有仪式 是多生多节的 最重要是你要永远 不要退转的信心 接下来你看 同共发心 对不对 这张很庄严吧 那天太阳非常非常大 我合掌咖啡色的 然后后面金色 这尊非常的庄严 未来佛 新红法师 你也是未来佛 不要拍掌 不要拍掌 你们很喜欢拍掌 不用不要拍 拍掌会打断师父讲话 你看啊 我非常非常的欢喜 对不对 我也发愿 我深深事事 像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一样 不疲不厌利益众生 告诉各位 我若有一天 我个人喜欢去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有一天 阿弥陀佛为我受祭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了 我身上会拿两个法器 告诉你 第一个摩尼堡 像观音跟地藏一样 师父观察到 所有的一切众生 都能哄苦 在家出家 世出世间 都有很多要祈求的 求健康 求小孩 求男 求女 求长寿 求马票 求中奖 求车子 五子登科 全部都要求 所以我发愿 我成福的时候 也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我觉得众生 真的很苦很苦 所以我愿意 跟观音菩萨一样 学习 跟阿弥陀佛学习 也像地藏王菩萨 我会有个摩尼宝珠 满你的愿望 另外呢 我会拿一个金刚柱 你若不用功的话 半夜睡觉 我会打你的屁股的 就像韦陀菩萨一样 我也会护持佛法 知道吗 云云的众生 也有来破坏佛教的 也有利用佛教的 有些呢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临时报佛甲的 对不对 你有困难求佛菩萨 当然佛菩萨 也会满你的愿望 可是呢 你懈怠啊 没有精进 精进 再精进 我一拿金刚柱 在梦中打你的 教训你 当然 在梦中打你 所以你不会受伤 对不对 所以 希望大家 菩提道上 永不退心 永不退心 真的很难 但是菩萨道之所以 深深世世 伟大的地方 大乘佛法 为什么这么殊胜 就是有 发菩提心 六度波罗蜜 而且 加起来 还有华严经的实地 深深世世 都永不退心 不论在家出家 你都永不退心 所以我已经想好了 对不对 当然我没有像 观世音菩萨 这么伟大 牵手牵眼 我只想到 另外两个法器 那另外的呢 我还在想当中 我当有一次 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 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 师父 你要再加两一个 mobile phone 跟comput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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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advice 我会想一想 因为那个时代的众生 可能不用mobile phone了 那个时代的众生 是放光的 他就给你联络了 接下来再看 好 看经文 丁四 如来重宣正法 108页第21行 丁物一强调六度的功德 而时世尊告与会大众 观世音菩萨 虚空葬菩萨 所有一切的善男子善女人 如等地听啊 我为你宣说大乘六度波罗蜜的法门 善男子你要发菩提心 若为菩萨行菩萨行 就要修持不失波罗蜜 然后修持持戒忍入精进 净律般若波罗蜜 如是六度圆满具足 所以我观察到新加坡的莲友 不失持戒忍入精进都不错 可是呢 禅定波罗蜜不够 般若波罗蜜也不够 这里禅律就是指禅定波罗蜜的意思 而且每一度都要跟空性的教法结合 才叫波罗蜜 物二请看 当释迦牟尼佛讲完了以后 那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法会呢 也告一个段落 这一段part two 第二卷讲完 说是物二各自还归本处 说是六字大明咒 跟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以后 度六道众生 大家很欢喜 默然而住 十笔会众 各个就回到自己的处处 各回到自己的本处 特别注意 请看幻灯片 所有的菩萨 也回到本来的佛国土 表示佛讲大悲观音菩萨 他方世界有无量的诸佛 无量的菩萨 也来说佛世界 听释迦牟尼佛讲 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所以最后一行讲 所有的菩萨 也回到他自己的净土 好 终于大乘庄严宝王经 第二卷给我讲完了 深呼吸一下 喝口水 好 请看 我下面还要做几张总结 众生的心念 像无尽的瀑布一般 所以我们若不调伏自己的心 总是你相貌很好 猪得很好 吃得很好 可是你不调伏你的贪嗔痴 你不学戒定会 轮回其实是真的很苦的 第二个 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悲怨心 永远像蓄日东升的太阳 他有平等的大悲心 任何的种族 他都会照的 所以各位希望要学 平等的大悲心 第三个 禅定波罗密要加油 禅定才来调伏你的心 看这张 韩国画的图片 韩国跟日本也禅宗非常的兴盛 大乘佛法也非常兴盛 在日本有70%的人念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在韩国很多人也念观世音菩萨 甚至读心经 还有华严经 所以他们也好要学习禅坐 所以你只有禅坐 才能控制自己的心 你的心才像莲花出乎你而不染 所以禅定波罗密 各位要加油 接下来 以波罗密来开显自己自心的智慧 人生你有很多酸甜苦辣 显现的时候就像这个倒影一般 请看这张图片 是纽西兰 我住过纽西兰非常的美 可是美到太美了 所以你不会想去净土 可是你看纽西兰的山 冬天下雪 反射的时候呢 倒影是很美很美的 其实我们人生的命运呢 就是你自己心的反射 所以遇到酸甜苦辣的时候 不要去抱怨 而且要用酸甜苦辣来磨练自己 接下来 一切的万法都不是真的 是自心则反射 这些我都讲过了 仅是呢重新复习一下 最后常常要想 我每天发愿广度众生 事实上心中不要执着 无所求 金刚经讲 终日度生 终日无度 其实生命呢 就像虚空中的彩虹一般 不要太计较 不要把一切东西当真的 当然你会说 师父你讲不要计较 不要把它当真的 有时候我们会吃亏啊 没错 吃一点亏 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难得你要跟别人 拼得你死我活 最后你赢了 然后我会讲一句英文 then so what 你就继续轮回啊 有时候退让一步 不是比较好吗 所以中国禅中有一句 寄送 退后原来是向前 这是中方 佛法跟东方高度的智慧 现在人我们都急着要向前 当然向前要有条件 可是有时候 退后是向前的动力 接下来 谢谢各位 关心很多商业经社 这是我们重新搬迁的以后的 华盐 不 华盐三圣 跟连持海会图 如果有机会 到台湾 请你先 email给师父 这是我们新建的佛堂 大概全部做起来的话 真正呢 可以做两百人 当然还没有像 这个静明佛学生 这么庄严 但是我们还在努力 我们中间的大悲观 圣音菩萨 非常非常的庄严 然后呢 这全部室内设计 也是我设计的 所以希望你有空的话 来台湾的话呢 请你写email 可以通知师父 我会非常欢迎的招待你 要确定我人在台湾哦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的学生会招待你 最后 师父还是要讲感谢的话 请看 小熊威尼出现了 一切的法 真的要很多的因缘 师父讲这些真诚的话 不是假假的 是真心的 因为我每一次呢 都很真心 我也很感动 我首先要感谢三宝护念 也要感谢我自己 没有生病 假如我生病有障碍的话呢 那可能就没办法 为各位这么欢喜奖金 然后呢 首先呢 我真的要感谢三宝 也要感谢金明的主席 副主席 跟所有的干部 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对不对 我知道各位也很辛苦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干部啊 都是没有拿薪水的 你还没有来之前 他就已经来了 对不对 你明天呢 还结束的时候 他要打扫桌椅 对不对 然后你走的时候呢 他是最晚回去的 所以没有他们的帮忙 少一个条件啊 都没有办法成就弘法的因缘 当然在新加坡 没有钱没有力 心要生随喜心 对不对 可能大会在人很多的时候 也会有不缘嘛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吵架 我们佛教徒应该相互感恩 所以我们以热力的掌声 谢谢主席 跟所有的干部吧 当然感谢他的同时 也要感谢每个联友 对 我不管你是第一天参加 或全部参加 或是有头有尾没中间 或是今天最后一天来 其实师父都很感恩你 为什么呢 没有你参与的话 大概我只能对着柱子奖金吧 在中国禅中有一个公案叫 深宫说法完食点头 深宫在禅中里面呢 他有一个禅师 他的智慧非常的高 但是度众生要有法源 所以没有人要听他讲经 因为他的相应很重 他只好到外面去对石头讲 石头是没有意识的 可是他讲到非常的棒 而且祈福和佛陀所讲一切的真理 那石头啊 最后都点头说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这是禅中的一个公案 是说 那这个法师辩才无碍 深宫说法 完食点头 当然 各位你的参与也是很重要的 各位是比石头更有智慧的 因为你投胎做人 你又是虔诚的佛教徒 你也很发心 所以在不敌道上 没有你的参与 佛法也不会兴盛 所以各位 我们给自己热烈的掌声吧 好 最后 还是老话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生命真的很短 你要想想看 对不对 一眨眼就过世了 我今天呢 也无意中听到有几位呢 家人有往生了 今天呢 甚至很不幸的有一位居士 他竟然跳楼了 师父听到也很难过 我刚才也很真诚地为他回向 那生命真的很苦短 所以待会儿我会回答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会发极乐世界回向文 请看 这是你们这边广洽老和尚的占卜院 就是你们出去 有没有 要去MRT左转的这间右手边有个占卜院 请看 红衣大师亲自写了 极乐净土发愿文 我非常的高兴 这是亲笔写的 我是从书上翻拍的 原版的墨宝 是在占卜院里面 是当时红衣大师给广洽老和尚 最后呢 留在新加坡的 所以 不管你要往生哪个佛国土 无量光佛岔土 你可以上身都在内院见梅勒菩萨 你也可以见呢 释迦牟尼佛 林山会上 你也可以见东方药师净土 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你也可以见到 当来下身的弥勒尊佛 同样的 你也可以见到南海普陀观世音 所以 任何的佛国土都可以去 所以这极乐世界发愿文 简单的说 狭义 当然是指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广义的说呢 是任何一个佛国土都可以去的 待会我们会念这个发愿文 然后呢 六天的法会就圆满 好 那现在呢 要回答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 这位林友你说 师父请问叫 什么叫心事若浮云 我不太清楚 因为你写的时候 并没有经文根据 从哪部经出来 心事若浮云 我所理解的话 那应该就是说 心事很多 心事心乱如麻 就像天上的云一样 那你就放下吧 第二个师父 什么叫 慈观 悲观 普门品 叫广大智慧观 这个问得很好 我在这里回答 慈观就是指 你要用智慧去观察 而观生起 慈心三昧 叫慈观 悲观 慈是看到众生快乐 希望众生快乐 悲观就是呢 不是讲negative 那个悲观 而是用心去观察 一切众生都在轮回里面 所以你生起大悲心 这叫悲观 这跟我们讲 你这个人很悲观 同样中文字 但意思是不同 广大智慧观 就是你要修清净的空性 没有时空 跟距离的这个局限 而可以观广大的虚空跟法界 这叫做广大智慧观 这是普门品的祭送 师父请问 人如果在医院里往生 那遗体被移动 就不能连续八小时的注念 那怎么办 你不要执着 八个小时是 应光大师提倡的 你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有时候在医院里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规定 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注念 到了医院里面 对不对 是不可以点香跟点灯的 为什么 从医院的角度 香很敏感 会传染细菌 还有点灯有火 火 火灯有灯 对不对 佛教点灯跟香是很好的 可是你要有智慧 有些地方不能的时候 你不要坚持 答案是你的心 那至于说它不能够 而且医院里面都是这样 断气的时候 它最多只要给你一个小时 就please remove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还有人要用病床 知道吗 所以你要先尊重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the hospital 你要先尊重别人 不要太固执 你可以婉转的 跟医生跟护士商量 那移动的时候 轻轻的移动 没有关系 不要这样移就好 阿嬷 更快 醒来 不要走 这样他很痛苦 你轻轻的用不拉 没有关系 因为你是用慈悲心对他 那假如 你能够决定的话 最好遗嘱里面写 回到家里 往生会比较好 或是回到佛堂里面 有助念室 台湾现在慈悸功德会的号召 以及很多的医院 里面断气的时候 都有基督教 天主教的祷告室 还有佛教的这个助念团 助念室 台湾都一直在进步 我们是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所以你若没有办法的话 那你就写遗嘱 当我快不行的时候 请不要帮我奠极 不要急救 让我安心回到我的家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家里就可以用佛教的方式 去帮忙 假如你在医院里 没有办法连续助念八个小时 你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半个小时也可以 对他一定有利益 第二个 若不能在医院里面念 当他断气的时候 在寺庙或家里 为他诵经 点灯 发愿回向 回向的功德 没有时空的障碍 你还是可以帮助他的 师父 我的左肩膀 一直无法治疗 请问有什么方法 可以持什么经咒 来解除我的病痛 答案你去看医生 去针灸 念什么经咒 讲过了 普贤行愿品 六字大名咒 大悲神咒 我好像在开药方 我待会应该收费 师父 请问我已经抄了很多部 法华经跟阿弥陀经 非常好 赞叹赞叹 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注意听 传统上 经典是不可以烧 在动机 比如说佛像 已经坏掉了 我们应该尽量去补 但是有些佛像 或破损到 完全不能用的时候 注意听 注意听 你不要说 你有听错 你会说 师父新宏法 是说可以烧佛像的 谁说的 这有全程露营 听前后 我是说不可以起恶心 烧佛像 那是会堕地狱 可是现在 假如佛像经文 已经破损到 没办法使用 它也是无常的 所以你就念 三遍大悲神咒 跟三遍心经 在念的时候 火化炉把它烧掉 这样就可以 那你呢 抄了很多法华经 跟阿弥陀经 一 你要就保留 做你传家之宝吧 第二 你若不能保留 那你就呢 每隔半年或一年 因为现在很多联友 很喜欢抄经 那在过年或半年的时候 你就念三遍 大悲神咒 跟心经 把它火化 然后回向给 所有的众生 那就会很大的功德的 好 问题全部回答完了 我很有效率 好 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 师父 请问 怎样增长 智慧 智慧 要训练 你的心 心 宁静的时候 智慧 就多升起来 请你多念 六支大门咒 第二 师父 我最近晚上做功课 一念阿弥陀佛的经文 时间不够 东西没做完 就很累 想睡觉 我有一点拜佛 但说对不起 怎么办 你的问题很好 但是我觉得 师父给你个建议 注意听哦 我公开回答 定功课 是要对峙你的懈怠心 但是假如你今天 真的很累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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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就先冲个凉 晚上呢 礼个佛 然后念极乐世界 发愿文 待会会教你 念完以后 早一点睡觉 早一点起来 做功课 不要在最累最累的时候 做功课 有时候呢 做功课 已经很累很累的话 那你是昏沉 打妄想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 你可以先休息 比方说家人 六点起来 那你就五点起来啊 五点起来 起码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到一个小时 可以很宁静 做你的功课 所以当身心 很疲倦的时候 先休息吧 睡觉 早一点起来 做功课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其他的问题 非常的私人 师父会打电话给你 那今天 奖金就到这里 待会主席 他们还有事情要说 所以请看 念极乐世界 发愿文 请翻开讲义 八十八页 好 因为众生 有很多的灾难 然后也很多的死亡 所以我们念 极乐世界 发愿回向文 给他 八十八页 请合掌 请看幻灯片 两句 一个段落 我念一遍 你跟我念一遍 念的时候 请很专注 Page 88 Lines 4 愿我灵狱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一起念 愿我灵狱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即往生彼国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我即往生彼国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静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前清静 我时余圣莲花生 彼佛众慧前清静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独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祭 蒙笔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祭 蒙笔如来受祭 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横无尽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近横无尽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下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下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回师有情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同源总治 翻过来九十一页第二十行 一起念愿消三丈诸烦恼 一起念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愿消除 世事常情 好 这次 Potify讲座就一切吉祥圆满 谢谢各位